16 16大概這樣子 再後推 再後推 然後後推一點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人都會講說 你廣角不夠你後推一點 這句話是不肯定的事情 因為本身廣角鏡有的最大的理由 是它有點透視感 那樣我們會講到 那不是你前進後退就可以接近的 那假如你今天拍這樣照片的話 你除了要用8mm的鏡頭去拍的話 而且你相機要放在地上 我相機是放在地上的狀態 這樣子拍的話 明明才能拍到3分之3吧 還沒有辦法全部都拍下來 可是還沒有更廣的 還是有啦 用魚眼鏡還是可以拍下來 可是那個效果都完全不一樣 這一個呢 暖天星 暖天星 還沒錯 要去同屋的 這一個呢 黃角鏡有個最大的證明 它是周圍我們俗稱的變形 你沒有辦法發現 它這個地方是慢慢斜過來的 船頭特別大 有沒有 講那樣 通常很多人喜歡拍船拍火車 很喜歡就腳步去拍 因為可以看起來可以把那個船頭或車頭拍得特別大 你們留意一下車子雜誌的那個書啊 他們那個車頭 車頭的東西都跟你去拍 好像承認說那車子很大量 實際上不是 或者是說很多人 我有看過網路上有多那個 大陸的那個 旅館的那個廣告 那就是說他們那個 旅館前面有個用池 那用池看起來好像很大 沿上去以後大概就兩張 兩張雙人成用的大 那上面看起來很大 然後 然後 如果你們希望是說拍人 希望他腳拍長一點也可以 記得如果你拍人 把你要拍人的腳 大概放照片下三分之一 他的腿都會比較長 如果你們很喜歡看 烏洛克的一些照片的話 你們有人認識花猴嗎 好吧 有一個烏洛克蠻厲害的 你看他照片 你會以為他大概有170 但是你看他 他本身大概就一五五 所以說 你要三一柏腳 這四周會有點變形 你就知道有些人 真正嘛會騙人 真的啊 蠻多的耶 所以這個也是啊 那個高雄伯二特區啊 有點像佳北的華山 有沒有看這種 有沒有 你們看著看這小朋友 沒有 那腳超長的 有沒有 一樣的意思 你要把人家腳 把人家腳 男生注意 真的 男生要注意 可以進去嗎 對啊 還沒人說 記得把他腳放直到下方機 沒有啊 可以他給進去嗎 蛤 沒有錯啊 就很皮啊 可是喔 我往往那種 那種鏡頭照片喔 我剛剛是挑一些 比較誇張的 通常你們要看這種 蒼海樹啊 這種感覺 你應該看到下面有這個 那套 那個床啊 那實際上 實際上有的時候喔 為什麼很喜歡 交構圖 有個最大的原因就是 呃 講這句話雖然有點奇怪 加評分 可是我覺得房間 所有交構圖的說 有一半以上都會幾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講的話 你們會覺得那上面 也沒什麼特色啊 然後很多交構圖的說 會告訴你說 喔 人家三分之是吧 就人家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三 然後這樣子可以去講 什麼 東西怎麼拍 怎麼樣的 可是他不跟你講 用什麼樣的鏡頭去拍的 跟你講用什麼樣的鏡頭拍的 還不夠啊 咧 高子用什麼樣的機車去拍的 08mm的 裝在全片補上 再裝在APS-7上面 就會有差很多 所以說 我們往前很多構圖 所以我會不來不來看 他的基本的拍照 資訊 他都不講 初學者我相信 一眼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幾米拍的 幾米叫什麼相機拍的 這才能看出 加多少 十 喔 雞生你看得出來喔 看不出來 啊 什麼的 先猜焦段 你們覺得這時候 多少數字拍的 十二 十 十 好 十 那送什麽要上幾排名 這是送那個 310的3.5D排名 加10米去排名 換句話選大師16mm的排名 那全面符的大概就是 10米去排名 大概是24去排名 可以選到什麽差不多 反正就是說 如果你加小學過 你等一下先判斷照片怎麽修 什麼又進行去排名 那或者是看這一張 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麽特別的 有沒有發現底下這個人的腳也特別長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說你們在看有一些攝影師的照片 很喜歡拍出那種很遼闊 呈現出人跟大自然之間一種 人的脆弱跟大自然的偉大 然後他們很喜歡用廣角去去排 或用廣角的刀去排 比較能夠拍出那種周圍氣勢比較大 越中間的東西越小 這是廣角去的特色 或許這一個 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麽 這個也是廣角去排 或像這個 有沒有發現人在裏面非常小 可是底下這個地方非常大 好像說這個 晴天派堆是非常大的地方 故意把人放在洞間 你看看起來會非常小 當然如果想去公園的話 對於照片的解決 必須要有它的功力 再看這一個啊 也是一樣 柏爾啊 這張照片 它正面牆來就是塗鴉圖說 好像是一六股車這樣過來 可是有點 可是你這樣看起來有點3D的感覺 那可是我說超過 可是你去拍 它那有點透視感 好像有點真的可以走進去的感覺 可是你在現場看的時候 它並沒有效果 並沒有那麼好 你同樣也是需要這顆鏡頭 那感覺它就能夠拍得出來 可是這樣子的話 不是你後退就可以 後退就拍得出來 但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再看這一個 總該每人說 他沒去過一不一了 總有 誰看你 你去過嗎 這不是高雄那個啊 八五 你看這地方 然後往上拍 你剛剛都拍不到 這也是用八去拍的 那會不會像這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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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 基本上這是危險的動作 小朋友剛要選 那是因為我拿進 然後我是靠近那樂台 可以你知道嗎 蹲下去手往下拍 拍出這樣子 非常有點放射狀態 那這也是超過的 那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這根柱子 比這張還長 又比這張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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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照還長應該是一樣長 對啊 那所以說燒光展鏡頭就是 他的照片四周 照片四周 很容易會有種 盛開的感覺 強迫拉著那個視覺效果 這燒光展鏡頭特性 或像這一個 看起來好像 欸講實際話的啦 這些照片 真的算稍忘了 不去拍 那只是我不曉得 情況都會覺得說 啊沒有啊 不就是那個 漁夫最正在你眼睛 就拍下來嗎 其實不是 如果用一般的 變焦鏡頭的話 你大概整個搭到這樣子 大概整個搭到這樣子 沒有辦法把他整個這樣子 整個拍下來 所以要拍一個人的背影 看起來好像很英雄 他有氣勢狀況 通常都是要逆光 他只能往這邊拍 然後往這邊拍過去 那看起來人的三行 會比較發揮 這也是一種拍到機器 像這個也是一樣 有沒有發現 歪了有沒有 寫得這麼遠 寫的 然後這個是有點寫的 這些都超美的 那種變形的設計 或者這一個 稍微留意一下這一張 待會兒會有一個 另外一個極端的意思 所謂透視感 就是能夠呈現空間感 透視感就是空間感的意思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這裡 離這邊非常遠 你可以看不到說 這邊的現場的人非常多 那你也可以注意到說 前面的人 這個頭 比後面都大 就是照片的四周 會呈現非常大的圖顯 那我這邊直接跳 另外一個例子 一樣是遊行的 但是我用另外一個例子 像這一張 跟剛剛的差別在哪裡 同個地方拍 你有沒有發現 遠端的人跟近端的人 好像離得很近 超望遠近的 或是壓縮感 所謂壓縮感 是會把前後距離壓平 前後距離好像住不見 好像說這幾個人 好像就裡面 好像人的擠得非常近 好像擠得水線不同 但是基本上 現在看不到那麼遠近 但是如果如果我們回到 剛剛這一張的話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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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發現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 特性鏡頭拍 然後 超過兩種透視感 增現空間的感覺 當然啦 你要拍團體造的時候 你還是要超過兩種 才能拍的比較多 可是這樣留意喔 拍團體造 聰明的 遠近可以站中間 你要不要站前面 站前面的臉 會比較大臉 懂齁 所以說現在拍團 你看你不要 你不要出風頭 然後站前面 站前面的臉都比較大 但臉不要站旁邊 既可能站中間的中間 大家在那位置 看那臉會比較爽的臉 不過這個也是啊 那你看啊 這個女生呢 也就比這個大 就比這個大人 那她站在位置 比例會比較複雜 那她站前面的話 就看起來比較水性比較大 看起來就比較好看 所以通常就看照片 就可以知道說 愛出風頭的人通常 這張照片都不是說太好看 或是像這一個 我們也留意一下 這張捷運 這張照片 捷運這張照片 這張捷運 在跨年的時候 我去拍的時候 我來看 人非常多有沒有 然後我還可以看到時間是 12點45分 剛剛捷運的時候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去塞 塞 是浮藏嗎 二號出口 那是因為我跟北極合作 去幫他們開那個 一個合作品這樣子 所以說我是站在這裡面 然後我就這樣 這樣走來 這樣去拍 拍這種感覺 有去過節約 很多人都知道說 師父二號出口 好像也沒那麼大 角色在畫 沒有到 看起來這麼遠 沒有那麼大 那可能是說 如果我們看另外一個 極度反差的例子 看這個地方 跟這裡好像就很近 這就是壓縮感 把空間的距離可以壓縮 只要消失掉 所以說用很多錯位的照片 也是通過壓縮感 那個感覺就開出來 有很多 好 這一張 這一張 這個就知道他 這是要打球圓擺嗎 對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中 把人放中間他跳起來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比較是很有趣 或者是說你講拍大頭狗 大頭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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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把頭狗放中間 看起來柔軮比他身體好像很大 或者是拍那個啊 看起來好像這部分放得非常 非常的大的 所以有時候你們去看一些實際啊 看看什麼雞排 什麼牛排 看起來好像很大 你稍微留意一下那個比例 看起來沒有那麼大 當然我這是故意的 但是有很多照片是為了取巧 看起來很大很厚很寬的感覺 通常都是用黃腳去拍的 或是有些他們可能你們家裡 有人在做防仲業 他想讓黃腳開的很大 他們也會用那種方法去撥摸 到現在後才發現那些納尿 很正常 這些都是黃腳進的特性 剛剛才講一下另外一個更極端的 叫超望遠 剛剛是講超廣角 現在是講超望遠 但這個啊 舞台表演啊 這送兩百五去拍的 兩百五十年一年去拍的 我離他大概也有二十公尺吧 二十公尺左右 還可以拍的請主動進 或是拍棒球 拍棒球 這個是 你們不要看以為這兩個好像離得很近喔 這有幾手嘛 這右外野手 看起來好像很近 那是因為這超望遠的地方 把他們去一個壓平 實際上這是右外野手 他離他還更遠 那你想要拍那種照片的話 你確實要換一根 比較拍的比較遠不近的照片 或是雙鼠 其實台北世界很多雙鼠 你們可以彩頭看一看 他們有時候會掉下來 真的啊 我看完幾次 他們有時候真的會掉下來 不曉得 他們就是趴了一聲 然後又上去 然後就開始了 上去 看見 他剛剛我看見 你不是有時候會掉下來 我們都會掉下來 他還要把你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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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要做到的 你這樣做到的 他還要做到的 他還要做到的 這就是他快要做的 這個鏡頭,你看有像,然後那個口竟然一顆,你整隻手都可以伸進去,你們不要接近它喔,那一根鏡頭可能就三四個萬,四五十萬,真的三十個可能真的很可以。 不過像這一個,去那火洞拍的啊,有去過嗎?有去過嗎?才剛去嗎?那火洞拍的是不是非常好看?都不會躲,就是因為不會躲才不好拍,那為什麼? 因為我離它還蠻遠的,大概是十幾公尺外,我就希望是拍出像這樣動的結果啦,可是如果我一走過去的話,它可能就走過來啦,那我要離它很遠順,然後我蹲在那地方大概蹲了有一兩分鐘,但是因為它的頭不是一直往那邊看,因為往往那邊看,因為往往那邊看,因為往往那邊看,就是不看我,你知道嗎? 那終於,那終於瞄到我這邊的時候,我就拍下去了,拍到這一張 所以說你讓人家走過去的話,走太近的話,它可能就不理你,它就是會走過來,都一直 所以說你突然說超外面鏡頭,應該比較好拍一些,比較適合動自然的照片 或像這一張 其實這一張,好像哪一百兩十在畫的? 這一張,那是因為裡面這個沒還蠻多的 蠻漂亮的 可是這時在畫面的時候,畫面的時候我比較,這張照片其實,比方說我拍照片時,我沒有預期說我要拍飛翔 啊?什麼? 啊? 他說什麼? 喔,對啊,錯了 沒有,這張照片的時候,基本上我在等不綠燈 只是我在看他這張照片時,我比較好奇說,為什麼 一跳起是被他的圍巾給吸引到 你看,他周圍都是暗的,都是暗色系 就是這個程度,我已經吸引到了 我先被動,我已經吸引到,才看到一個妹在這裡 可是他就一個人走 我覺得這不尋常 如果是一個男生走,那是很正常 那是一個這種漂亮的女生在那邊走,我覺得很奇怪 但如果說我貼過去的話,他怎麼會讓我拍 我人家,我是UGIS 我大概就說兩百左右,兩百米去拍 拍他拍他在這邊 最好是他在那邊,還蠻有趣 這個時候,這個是那個 不是馬英群下來 你給阿伯下來,這多有什麼事情 對啊,汪三軍的時候啊 對啊 光是是像這一張照片 那我也要比他大概七、八公、十月 那我離他拍鏡的話,就哭不出來 對不對,離他近就哭不出來 所以他離那個圓點 或者是拍這個啊 然後準備新郎,現在準備進場的時候啊 拍手,離他們的原因只是 然後拍的感覺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像是說,其實你們出去外面玩 我們回去看一下你們照片 十張照片有九張都一頁 為什麼 我去看一下 都是說,欸我要拍一下就這樣一頁啊 像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一張比較好的照片 我只是跟側拍啦 這個側拍就是說 在他很不經驗的情況下 這樣子去拍的時候 比較你都拍出表情跟生動的互動 但是如果你走過去的話 欸拍一張的時候 那怎麼表情跟姿勢又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可能說你們十張照片 九張都一頁嘛 剩下一張是什麼 拍十一頁 整個看一下會比較單調 可是他們到底在拍什麼呢 那拍這個勤勤娃娃 這個 這個娃娃 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嘛 如果幾位是出去外面玩 你說嘛 如果你三用鏡頭特性的話 還是可以拍出比較不一樣的照片 一樣都是去玩 或是說我剛剛講所謂的壓縮感 你們先看這兩個照片 看起來男的女的 看起來男的女的 好像女的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如果我轉到女的後面 換到男的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這兩堆的人 好像女的非常近 這就是壓縮感造成效 現在比較沒有在於西洋界 我覺得她們到貨也在西洋界 這個女的很特別 她盪雪或是土層 一個小姐 她本身是摩擦的 大概175公斤 還蠻高的 重點是她還是台群高教練 招標 對不對 你可能 人家放在正面 招標很緊 好這樣幹過了 這這樣也幹過了 或是真的壓縮感 就捷運那個進出漂白機 你們看到這好像每個都很靜停的 實際上她這個每個寬都照相 大概這樣子 這窄的超這樣子 每樣窄都很高 那看起來好像每個都很擠這樣子 對不對 可是這麼窄的話 她很晃的 是會這樣子過去 會卡 有幫她考慮過嗎 有 多寬都能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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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看這張照片 好像每個都很緊的感覺 對不對 壓得很扁 一樣的意思啊 然後 超望遠鏡頭 跟超光小鏡頭 大家看過 我們看到最櫃 超望遠鏡頭 大光鏡 地霸在這裡 大部分的買袋 甚至是為了拍這樣子的照片 十之八球 真的十之八球 那我也有個經常會問說 我拍這樣子照片大概要多 red 677不用啦 27650 31900就買到了 31900就買到了 上次有的時候我在那邊辦活動的時候 然後有個2123歲左右的年輕人 對 我上次是年輕人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拿 因为我是外面带活动的 然后他拿他的相机给我看 他那相机我拿起来 粗估了大概11万不用 你那时候价子大概11万 他就是形容说 想要把他女朋友拍的像这个样子 可是他说他自己都拍不出这个样子 他会说大概怎么办 那我拿他相机 我就问他说 这个相机是自己推荐的没买的 他说不用 因为他那个镜头拍不出那种效果 撒低一个 以为说餐厨很漂亮的照片 一定要很贵的镜头 其实不是 单纯只是五公区大小到大 焦距过不够长 2700万多2600万多开刀 波像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总和场合 波像这一个 这个一样是数 一样是出去外面 这个餐厅好像是 好像是十分 不是十分 好冻啊 好冻啊 这地方好冻啊 对啊 如果你用大号圈的铁交地铁锁 你一样是可以拍照片的照片啊 很难吗 其实不难 把工具调到1.8 对比较那点 拍下去就好 刚才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这两集啊 波像这个也是啊 是吗 这张啊 波像这个也是啊 啊 拍这种照片 真的没有 没想到调到你 你知道有一台 在单影相机 没有在那个镜头 单影相机可以 一万多久 有镜头 两张镜就加起来 不到一万其八 拍出来是在那边 非常简单 不要去羡慕了 波像这一个 我写了一个圣诞台 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摄影 然后 想到这地方 旁边都摸不掉 方法一样很简单 以上这几个通统都是 就是大 单影相机的镜头特性 话句话说 你今天不论是想拍 什么样的主力 你想拍那种超广角的 还是想拍 超望远的 还是想拍 这种镜头 你必须要买适当的镜头 才能拍得到 没有一个镜头 全部都有 如果有的话 我们大概也拿不起 真的啊 所以说为什么 初秀没有玩很多的 会至少带两张镜头 那是真的是这样 就像是说 我那一年去高雄的时候 那一年去高雄的时候 我带了两个镜头 我为了拍这张照片 那个广角镜头 我带了两天 然后只用20分钟 只拍这个大概三五张照片 那颗镜头 大概也是六七百个 只为了拍张照片 就带那个镜头 带了两天 值得吗 看客人 你想要的话 你就是想要带 你不想要的话 那你就不要带 所以说这次玩单 也像其他好处 依不同主题 拍不同的镜头 用不同的镜头 但是类干也太高 但是内端也太高 但是内端也太高 好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介紹 其實我覺得 還蠻重要的東西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 怎麼認識 感光明星和畫素 因為我覺得這次玩攝影 最重要的東西 而不見得是鏡頭 那是因為 直到目前為止 我教過那麼多 我還沒有遇過任何一個人 對於 畫素的應用 跟你的生活間應用 跟什麼實際上的應用差別 那我希望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叫感光圓件 什麼叫畫素 這樣子對以後 拍照的樂趣會增加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什麼意思 先了解一下相機核心元件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光線 光的三元是RGB 會先進到鏡頭 聚焦後會出 進到感光元件 感光元件會把這些 會把這些光線 轉換成數位訊號 感光元件用不只是這樣子 沒有一個用的 那還有一個叫做晶片 同樣的是說光線 透過鏡頭 失誤到感光元件 焦油晶片 重點是在晶片 最後才能足而成一張照片 為什麼我要拆開兩邊角 你們再去看一下你們圖書館 去看你們圖書館的書 大概早一點的那種設定 那個數位設定的書 很多書都會把感光元件 當成是底片的一種類 這樣子去推真 但是這是一個錯誤的類別 那是因為以前的底片 不會有個晶片去處理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提晶片呢 為什麼要特別提晶片 因為即便是相同感光元件 不同的晶片處理出來 效果會不一樣 顏色會有差 白平衡會有差 話句話說 你同樣都是拿手錄的相機去拍的話 不同心就有差 稍微差一年 或者差半年 晶片不一樣 拍出來的白平衡 或色的表現都會不一樣 這也是我們俗稱的發色 晶片差別很大 晶片差別很大 手錄的 手錄的 哦 同樣叫DG5 它裏面的參數會一樣 這是一個電腦 你想像著它是一個CPU的電腦在裡面 同樣叫DG5 或同樣叫Space 3的話 它同樣晶片裏面的參數不一樣 所以說很多網路上評測 會把這東西好像打成都一樣 沒有 沒有家人或朋友是在做電腦 你都知道 那裏面晶片 它只是一個Mark 裡面的參數不一樣 最明顯就是 那個 CANON的550D跟600D 它們相同的感光度 相同的護膜光圈 他們的感光度 三個都一樣 拍出來的亮度就不一樣 晶片差別 所以很多人只在意感光 就不會太K的晶片 那早期數位 現在感光源就有很多種 大概會分成這幾種 感光源就是相機的心臟 那一般的小相機 灑光相機大概是這一個 這麼小 那如果你是所謂的類單眼 我們前面不是講類單眼嗎 大概大發 大一點點 大概大三個肌 那假如說你們是 你用的J1 B1 你用的小單眼的話 大概用大發一半 那如果你是女朋友 1234567的話 大概就是 又大它三個肌 又大它三個肌 然後如果你是K的G1X的話 欸比較特別 就它一個人 又大它一點點 那假如說你是所謂的 你幫我們講那種大孩 對 對 對